大家好,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的早上時間 早晨早晨 繼續,今次又是我許留山 做我們的紐西蘭有機小菠蘿,易得台仰 大家好 紐西蘭的小白熊社長,貝窩俠,Raymond Wong 大家好,首先借少少位 有一個人真的令我感到有些人真的很矛盾,很厚面皮的 他就說那個方向的分析能力不行的 不過我最近有時聽他們說 這些很食股不化的人 我剛才有個網友把這個訊息發給我之後 我就說你幫我X他 再加一句,贏錢執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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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這傢伙真是 因為其實我每一次的賽馬節目 都是有種冷碼的 是每一次都有的差不多 有時種二十幾倍獨贏 有時種五十幾倍 跟著有時種了Q是有 種了又說你分析幾百元的 什麼意思呢? 你不要買嘛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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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其實世事的分析 其實都沒有賭馬那麼難的 其實你上馬是一件很難的事 我才可以說 好了,祝他贏錢執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去看醫生了 是嗎? 就是留一點錢給他執藥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就是你這樣跟別人說這些事 我覺得這條數不適合 回到今節的主題 郭佩帆最近都可以 言論相當出位 也有很多大膽的建議 相當厲害 說回來 昨天他在立法會拋出一個震撼彈 什麼叫震撼彈呢? 相當震撼 震撼了很多叫做有請外傭的家庭 這件事不單止震撼到外傭的家庭 甚至乎這些外傭所來的來自的國家 不是來自Daksheng 來自的國家 我想如果真的有這個叫禁足令的話 哇,相當之震撼 我想當地一定會大為鼓措 對於這個禁足令的話 那我們要說說發生什麼事了,好嗎? 好 就是大家都知道19個情況 依然繼續持續 也都有說過外傭的宿舍 曾經都爆發過外傭宿舍群組 之類的 又說周末街頭都相當多些外傭聚集 現在立法會裡面就是郭佩帆提出 就說好不好立法規管禁止外傭假日外出 就是外傭嗎? 哎呀 喂,間日很多人外出的 不一定是外傭的 其他人是不是就可以外出 除了外傭之外呢? 是,這個也是 對呀,那變得有一種 算不算帶了一些歧視的意味呢? 我覺得是有歧視的 他這樣說的話 沒有理由只是外傭嘛 是不是? 喂,如果是外傭 如果那個外傭是中國籍呢? 是不是都是不可以升級 中國籍是不叫外傭 唐人 你說外傭就是外籍人士 那如果他是華裔的呢? 哈哈哈,可以不可以啊? 那是不是叫內地 這個是不是叫內地融工啊? 就是內地來的那些 但是好像香港沒有這件事情 好像沒有的 香港之前曾經有那個 但是跟著其實內地已經進步到一個位置 就不會輸出人來香港做融工的了 所以是沒有的 我見過一些香港家長呢 他為了要那個小朋友呢 能夠那個英文 要和外國人一模一樣那樣呢? 口音方面還是怎麼樣? 他特意要請一個白人 當然是女啦 女就會方便一些 因為他也是個女兒嘛 那男人不會這樣的 就特意請他來他家裡住 好像外傭那樣 陪著他的女兒呢 喝喝吃吃啊 就照顧他啊 可能陪著 當然再請到那個工人呢 就要煮飯啊 還是怎麼樣的 那些叫做Aupair 就是A-U-P-A-I-R 那個 是兩個字 A-U是一個字 P-A-I-R是一個字 是 那就是 護衛生 叫做 應該這樣說 就是法語來講 就叫Aupair 很多時候 就請一個 是 外傭人士 全力陪著他的女兒 因為他要上班嘛 陪著他講英文啊 出出入入啊 那樣說的也好 那樣也好 那樣也好 讓他融入 不是融入家中 是融入這個外語的世界裡面 全席投入 那這些是不是都要禁足呢? 如果是的 是啊 其實我們這裡都有人請這些 其實就是當一個family 如果是這些 就是當一個家庭 那就不是融工 因為他說外傭 其實那個佩帆那個意思 很有針對性 就是融工 沒錯 因為Aupair 其實那個中文是叫護衛生 剛才我也講過 那 我們這裡都很流行的 就是請一些法國人 或者請一些德國人 和西班牙 那就學德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是很流行的 是 那要講回這件事情 聽起來都很有針對性 他都講明了 是針對外傭 要實施的叫做 駕疫禁足令 來遇到 減低外傭之間的 那個叫做傳染的風險 那他怎麼說呢 他有一個反應說 哦 逢星期六日 我們看到的 到處都是外傭 哎呀 搞得地方很髒 哎呀 就是用紙皮圍著自己 就在那裡吃一下東西啊 聚餐啊 聊聊聊天啊 和一些愛的家人呢 視像聊聊聊聊電話這樣 就說了 喂 政府針對這個群組 可不可以立一個假日感觸令呢 咦 那再繼續說了 如果你 我們不 其實這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智光也有馬上回應回去的 他回應都幾快的 我們方向討論一下 其實這些外傭呢 他們很需要一個假期的 是不是 他們已經 休息 每個星期有一天 唐人說 叫做放下風 因為其實他們都 如果你假日都要留在家裡 或者假期都要留在家裡 那他在家裡 究竟做不做事好呢 是不是 其實是都要做的 因為 沒錯啦 那麽默跟他說 哎呀 或者可能 哎呀 你聽不聽到啊 他哭了 他哭了 麻煩好一下他 我沖泥了 就是那些這樣 你那個菲蓉這樣去 那個勞工 那個姐姐應該這樣說 那他會不會過去看下去呢 那難道他哭了什麼 難道過去都不看下去嗎 還是怎樣呢 其實如果他還留在家裡的時候 他不能夠真真正正的 有那個叫做假期的 你也不可以說 因為他和那些人聚集 就是和那些朋友 在周圍都 因為他們沒有地方去嘛 也都租不起那些地方來這樣玩 這樣聚集的話 哦 因為這樣 你看到他們周圍這樣聚集 就不順眼啊 或者怎麼樣了 而覺得有這個風險的 就叫禁足 其實香港呢 都有很多那些什麼 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水煙群組嘛 或者甚至乎呢 現在還繼續捉到 可能不知道 圍了有二十多人 非法一起去吃水煙 我們節目都講過了 都不知道有什麼那麼好吃 是不是 有什麼那麼過癮呢 要閉在一起去 你又捉兩口 我又捉兩口水煙 那有什麼好吃呢 我真的想都不明白了 那很多人去那些什麼 無牌酒吧 工廠大廈 變酒吧 去那些玩的哦 他們都有去聚集的哦 是不是呢 那為什麼 要零零射射是要 針對這個外傭呢 是不是 如果你說不給 因為他們本來是一個假期 只不過現在說 那個假期不是不給你 只不過呢 你要留在 15的家裡而已 其實整件事很 很慘的 就是現在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提出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因為 上個月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12月14日的時候呢 就有些外傭確診的case 所以就是 社會上是有些人是害怕這件事情 因為社會上也都見到 那些外傭繼續是群聚的 但是 你用那些這麼針對性的措施呢 其實就 不一定有效的 我只可以說 我都不敢說 呃 完全是錯 但是 就是當你這樣說出來的時候 就很明顯做到一個 觀感出來就是 那些外傭呢 好像是似一等的人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 許留先生 給我的感覺會是 就是你不喜歡看到他們在街上 一群一群這樣 你可以說 你可以改一改 其實不是禁足 原來是不希望看到他們 會這樣一群一群 而會不會叫警方加強那個執法 或者勸喻他們離開還是怎樣 或者他們那個叫做 開派對的形式可不可以改一改呢 可不可以 向這些的外傭團體 再向他們的成員說聲 喂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聚集啊 我們明白你 是希望你們想有那個 大家那個聯繫的方面 但是這19個問題 可不可以這樣 來到 改一改變呢 我講一些資料 現在這一年裏面 有465宗 就是這個叫做外傭確診個案的 當中有212宗 就屬於本地感染的 就這樣看回 那個數字大概是這樣 那羅智光也有回覆的 即是立即回覆回去 凡事都要顧及三件事 法、理、情 法律上呢 假如針對外傭呢 這樣針對外傭的話 或者會涉及這個叫做種族歧視的 這個是有 就是為什麼你看到他們聚集就不行呢 還有為什麼他們要有這個禁足令呢 為什麼不是全香港的市民 都會假日有這個叫做禁足令呢 那麼很多香港市民都會出去 例如什麼看天空之鏡 有什麼香港興井澤那裡 看到很多媒體都說 那裡還逼過旺角那裡 那是不是還比起這些外傭 在天橋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隻地二座這樣的聚集 更加密呢 更加多呢 那為什麼不禁他們呢 那個天空之鏡禁足令呢 不准去那裡看呢 是不是呢 會被人有那種叫做針對性在那裡的 那繼續說 也都指出 香港本地居民的感染率呢 大概是0.1%而已 那也都說了 外傭的感染率呢 低於接近一半 那大約為之什麼呢 0.055% 哇 相當之厲害 那時候呢 羅智光呢 做足功課 立刻計算到 那所以也都說了 立刻禁了郭佩帆這個建議 可以這麼說 這個建議呢 道理上呢 是講不通的 情理上呢 也都不合 所謂的禁足令呢 就是要那些人呢 留在家裡 不過呢 外傭禁足呢 那就是禁足在他工作的地方 那這個就已經是講不通了 是不是呢 那個是他的工作地點來的 是啊 還有一個法理問題 因為就是 其實呢 根據這個法例呢 外傭工作一個星期 滿七天呢 就有一天假期 他的假期呢 是他自己決定怎麼用 就怎麼用 就是你再外加一條法律 去說不讓他走呢 其實 好像 我都認為不是 真的十分講得通 是 你是不讓他離開他的工作地點 是啊 這樣做是會很重 法律訴訟也不一定 你這樣 就等於沒有家庭 那怎麼行呢 不過你都可以 作為一個僱主 你都可以提醒他 要遵守那個限聚令 就是現在有兩人限聚的 現在是有 如果沒有記錯 香港還是有兩人限聚的 那他們如果 就是犯了規的 其實警察是可以 就是開罰單給他們的 嗯 而且可能會隨時 引起怎麼說呢 不知道菲律賓那邊會大肆宣揚 可能會變成國際事件 大家記得當年 圖十九講了一句說 菲律賓是容人之國 結果是菲律賓 菲律賓 結果是菲律賓政府都出了面子 如果你這樣對菲律賓 你講一句說話 侮辱人 人家菲律賓的人 是何其愛用 其實是很齊心的 搞到圖十九要變死狗 是這樣的 對不起 殺死狗 如果你現在說 有這樣的事情 這樣對人 對的話 是什麽事都會發生的 菲律賓 想試一下呢 試一下 做成一宗外交風波 其實他到現在都沒有做成一宗外交風波 我已經覺得是一個奇蹟 因為他的標準是很飄忽的 葛培法 他是要求嚴格對付某一些社會裏面的族群 可以說是因為外傭是不同種族 但是他就會要求政府豁免動防食堂 是呀 他是多重標準的 這個人 這個人是多重標準的 還有他應該是有些市民跟他說 他就不經思考就說出來 不是呀 這次他說的 他見的 他說 逢親星期六日 我們見到到處都是愛用 政府針對這個群組 可不可以立一個介意的禁足令呢 這個是親眼見的 其實他 我就不明白 剛才許留先生說過 那些什麼天空之鏡啊 什麼紅葉啊 那些為什麼不禁香港人捉啊 應該封了它 為什麼你不提出來說要禁香港人捉啊 我看到那些大帽山 大帽山 大帽山一堆一堆人咯 我們都要禁足啦 滑個街不准人上大帽山 看什麼說啦 空山 你有沒有留意到他們這些人呢 現在是很奇怪的 就是他們敢說要求強制檢測啊 我要全民強制檢測啊 但是呢 他就不敢說要求全民禁足令啊 但是其實全民強制檢測 一定要配合全民禁足令 才可以真正幫助抗疫的 好了 因為呢 有些措施呢 就不會受市民歡迎 所以他就不會說 有些措施呢 就會受市民歡迎啊 譬如說全民抗疫 哇好啊 全民檢測好啊 有很多市民支持啊 我做了很多網台節目啊 都支持的 那好了 但是那個代價就不告訴別人 代價是要禁足啊 各位香港市民 要配合禁足令 你們願不願意配合啊 不說 把這個難題呢 就丟給政府去處理 那我們要補充一下 郭沛凡這樣說到呢 就好像政府沒有做事那些 那樣的喔 是啊 我們要幫政府說聲啦 勞工署呢 其實呢 一直呢 是有向這個叫做僱主 呼籲這個僱主呢 盡量呢 就給外傭呢 平日去休息 就不要週末 或者那個週日 來休息 就是不要星期六日休息 就給他們平日 那就避免了 所謂的 喂 其實就了你們了 香港人大部分都放星期六日了 那就不要給國會辦 你們看到一堆一堆了 其實我也明白的 有些僱主呢 都真的已經盡量給他們 如果可以的話呢 都給他們平日休息的 我也見過不少 還有了 那執法部門呢 這一段時間呢 已經是發出了超過六十張的定額罰款通知書 去 只是說回 12月11日至1月3日期間 都發出了六十張 不是由得他們在那裡 躲在那裡唱歌跳舞呢 都不管了 還有呢 也都很多的 叫做看一些相片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他們呢 很多是拿一張膠地石那些那些那樣 那樣 畫個位給自己坐 他們都真是遵守回兩個兩個這樣的 當然有些真是不守規矩的 所以就吃了那張佛丹 盡量已經好像那些阿拉丁那些飛尖那樣的了 兩個就坐了一張 那大家聊聊天 吃一點點東西 還是怎樣 那繼續講一下 那何君堯都說 會不會考慮一下 開放一些叫做 政府呢 空閒的土地呢 或者校舍呢 就被外傭去聚集 這個呢 羅志光立刻說 喂 不是吧 防疫的角度來看 如果室內聚集呢 風險就更大 所以政府是不會 沒有理由開一間校舍給他們 這樣聚集 這個是更加不可能的事 是啊 其實有很多建議 其實根本都沒有思考過的 就是 而且是沒有基礎的科學常識的 就是我自己 我不是想針對何先生 何君堯 就是 他絕對說話都是吃地球的 這個人現在 越來越吃地球 那好吧 那他 就是 現在剛才你說了何先生的要求 但是 香港呢 始終都是 就是這個外傭呢 始終是很難處理的問題 因為 你想一下呢 有很多僱主呢 就 對於這個外傭 堅持放假 外出 和朋友聚會呢 是有擔心的 就是擔心他們 將那些病毒 帶回家裡 那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和那個外傭 關係好些 或者你多給他一些錢 你叫他放假 不要外出 其實都是有可能的事 就是我自己認為 我都見過 補多一天錢給他 是有很多錢給他 是有很多錢給他 有些都寧願一個禮 一個月呢 就放小兩天 就殺了兩天錢 這樣的 是的 我也見過 如果你用錢去解決問題 就不是問題來的 就是我自己 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那好了 那 這個是 解決到了 應該是不是 那 但是你說究竟那些僱主 有多少肯給錢呢 那我不知道 我相信是很多僱主都肯給錢的 是 但是呢 那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呢 就對那些外傭呢 就很苛刻的 那 就 譬如你叫他 回到家裡 馬上消毒才進屋 或者 進屋叫他去洗澡 換衣服才再做事 那些 那些 這些 是 可行的 但是你 會不會再破壞到 你和外傭之間的關係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就是如果作為一個僱主 有一個人 長期在你家裡住的 你對他這麼苛刻 你對自己有沒有好處呢 其實 我是誠疑問的 有很多事情都 就是 有一次我在香港 就見過一個老人家坐輪椅的 那他就 罵那個外傭 是非常 惡劣的語氣 跟那個外傭講話的 我是不明白為什麼的 就是因為如果 你 你要依靠他推你的輪椅的 就是萬一 就是一個不高興 推了一些很危險的地方 那你就命都沒有 就是我是不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的 就是他用一個很惡劣的態度 對一個工人 那 還有有些建議就是 怎樣呢 就是有些醫生呢 就曾經建議過說 如果 家人想安心 就叫我 在煮食的時候呢 就戴口罩 和安排和家人分開吃飯 那就減低風險 但是你這樣做 通常都分開吃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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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吃完 就去看看聖經 那些 每個人 就是每個家人都處理這方法 但是 有時候 我覺得 都沒有必要 我的看法 就是沒有必要 令到他覺得 不是自己家裡的一部分 是啊 這個不可以這樣的 剛才社長說的那個 因為一路推著輪子 一路罵那個 我曾經見過一宗很誇張 也是這樣 一路過馬路的時候 在那裡準備過馬路的時候 那些車在前面經過 那他一路路人家 一直在那裡罵那個飛龍 在那裡罵那個飛龍 我看到那個飛龍 他在後面 他的動作 好像是準備推他出去 那樣 幸好 他那個輪椅有那個brake 就是有那個煞制 好像單車那樣的brake 那我立刻伸手 按一按 幫他捏緊他 接著我搖一搖頭 不要這麼衝動 不要推他出去 阻止了一件事 簡直是 哇 嚇死我 我自己就覺得 你對人是寬容些 你自己都會 吸到一些 好些的人 當然了 剛才我在那裡罵一個網友 有些乞丐是要一腳伸開的 這個是的 沒錯 但是 我不是歧視 就是 嚇慨 但是 你態度好些的話 我無所謂 這個為人的態度 惡劣 是一腳伸開的 但是如果你 好像我們這樣 都算是說正能量些的東西 正向 正向 正向些 正向些正能量些的東西 正常來說 你認識的人 都是正向些 正能量些的 是的 因為有時候太偏激 你的人 理智都會被蒙蔽的 是的 有些人說到 禁了他們就最好 不要看到他們 有些人可能都會說 哎呀 我經常看到放假的時候 那些 飛鴻 那些外傭在那裡聚集 有些人就跟我說過 眼淵還是怎樣 哎呀 搞到我去逛街都不方便 還是怎樣 那些天橋又要避開他們 或者 一股味 還是怎樣 因為吃了一些東西 或者一股味 我自己覺得 可不可以 就是對人家寬容一些 就是 他們都一個星期都 剛才說了 都做了很多事情 可以說 叫做 休息的時候 可以沉迴自己的身份 就是自己的 本身那個名字 就是自己 就是人家一個星期放一天假 那都要剝削過去 我可以 有些 如果你給錢 沒有所謂我可以 你用錢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說 可以 禁足 就是你給錢禁足的話 我覺得OK 就是你給足錢就可以了 你給錢禁足 就是你給錢禁足 就是你現在 要是叫政府 要是指令所有僱主 給錢去禁這些外傭足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我覺得是可行的 就是強制性 強制性 幾個月這樣 我覺得OK 一定要給錢 但是我相信有些僱主 是不肯給多些錢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嗯 那這次不如這樣 根據爭議性的話題 希望各位網友 可以留言說一下 好嗎? 記住了 我們的留言千萬不要針對 羅志光說的 不要針對某一些國籍的人 這個會好些 好嗎? 多謝大家先 James會生你的留言 不要歧視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